大家好 今天是5月29号 今天大家都在翘首期盼川普制裁中国的新闻发布会 我也等了一上午 可能要推到下午 下午如果播出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做出报道和评论 那么今天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欧盟 他开始谴责中国在香港的暴行 谴责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 我们知道中国他一直挑拨欧盟和美国的关系 让欧盟在很多的问题上拉美国的后腿 像一带一路的问题 像5G华为的问题 中国使尽了浑身的结束 是欧盟和美国不同调 所以在这次香港问题上 大家也都担心 欧盟有可能跟美国不是一个身影 但是根据预计 就是他们在今天要开会 果然今天要开会 我前几次的节目也说了 在人大通过之后 欧盟肯定在29号要开一个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议 今天欧盟的27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通过视频召开了这个会议 会议之后 欧盟的外交部长Boreal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他就针对这些媒体记者说 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完全破坏了国际承诺 完全践踏了国际公约 完全践踏了香港人的基本权利 而且对国际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欧盟表达深深的遗憾 这个声明还是比较强硬的 就说明了整个欧盟 美国现在是联成议题 国际社会整个都来强烈谴责中国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 说明以前欧盟和美国经常出现参差不齐的一些情况 但是这次表达上面完全的意志 中共挑拨离间欧盟和美国关系这个计策完全失败了 全世界对中国政权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 大家都是谴责中共 违反国际承诺 践踏国民权利 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 这些恶行必须要受到制裁 必须要进行制止 另外欧盟的这个声明实际上也是帮助了刚刚脱离欧盟的英国 本来英国脱离欧盟 欧盟肯定是不高兴了 但是这次本来是英国的事 但是欧盟出来发言实际上就是帮英国 帮这个小兄弟 但是他们不计较英国的这些事 然后在声明里提出中国破坏了对国际的承诺 指的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今天也发了一个声明 就是让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实施国安法 这是约翰逊第一次针对香港问题公开的来露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在全世界来说最有关系的还是英国 因为中英签合了联合声明关于香港问题 那英国他就应该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 甚至网上一片声音就是希望英国政府赶快把这个香港收回啊 因为你破坏了这个协议啊 那违约了那就赔这个违约的责任啊 但是英国呢他的实力不够啊 所以呢今天呢 约翰逊就说出了这个话啊也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让中国政府重新考虑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这块呢 他以这个无厌联盟还有他的盟国啊 日本啊印度啊 来统一的发生在香港问题上 那欧盟呢 现在27个国家一出现形成欧盟和美国的联手 对中共政权呢 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 那么我们看到 今天呢 那川普他肯定要宣布这个制裁的方案 蓬佩奥昨天晚上深夜大概11点的时候 接受了福克斯电台的采访 那采访的内容呢 主要是呢 是美国的国内政治 就是拜登和川普呢 到底谁能反共 那这个蓬佩奥就说 看到奥巴马和拜登的8年呢 对中国政权就是不断的下跪 导致中共呢不断的侵略 美国的经济利益 美国的地缘政治 那他就说 川普呢 是他看到的唯一能够抵抗中共 把中共呢 视为敌人的一个总统 川普是非常的了不起 确实呢 从这个布什父子 奥巴马克林东以来 那川普呢 确实是能跟中国对抗 能对这个中国政权呢 说不的一个总统 虽然呢有很多的一些不足啊 对这个留学生签证我说呢就是两个项目啊 一个是跟中国的国防大学有关系的这三千多个学生他们的签证给取消 再一个是中国的留学生的OPT 就是实习的这个签证呢 也有可能取消 另外针对香港的话 就是对高官的惩罚 对中国企业 限制他们的高科技的出口 金融企业 也进行各方面的限制 经济的制裁 最关键的大招啊 就是取消香港的独特关税区的地位 那这一步呢 有些观察家认为呢 可能今天不会宣布 留到下一步 我想呢也有可能啊 因为昨天那个库德罗啊 有再次的声明 就是说 那现在香港和中国呢 已经没区别了 那库德罗是比较温和保守的人 就连他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表明了呢 在这个川普眼里呢 已经香港和中国内陆一样了 所以完全应该把他的 所有的优惠的措施啊 都应该取消掉 那至于呢 川普到底要释放什么样的惩罚大招啊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可能看到 那今天呢 在中国方面针对香港 也有两个事情啊 一个呢 是中国党内领导这个香港的 这样一个协调组织啊 现在正式的改名啊 不叫港澳协调小组 改成港澳领导小组 所以说他是一种 高高在上领导的这样一种姿态 来处理香港的问题 这个小组的组长呢 是韩正啊 然后呢 这次新加了夏宝龙 把这个港澳主任呢 夏宝龙给加进去了 所以这个协调小组啊 实际上变成党内 全面的来指导 香港问题的最直接的一个 最高级的一个领导机构了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中国的公安部部长 赵克志借鉴香港警队的负责人 邓炳强 在接见他的时候呢 就说中国公安部呢 会领导支持 香港警队的工作 看见了吗 他说的词是领导和支持 在他的眼里呢 公安部就是香港警队的领导 现在呢 这个所有的这些关系 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是中国中央政府 直接领导港府 然后公安部呢 直接领导香港的这个警队 香港警队呢 实际上这几年 已经全面的风化 渗透成中国公安部下属的一个机构了 那这次呢 赵克志直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那以后国安法实施之后 那完完全全香港呢 已经就变成像深圳 像中国内地的省市一样 受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的一个控制 全面的一个独裁 全面的一个镇压之下 这个图景呢 现在已经全部给展现了出来 那另外一个大事情呢 就是今天呢 在中国召开了 纪念反国家分裂法15周年的座谈会 这个座谈会的规格非常的高 居然呢 全国人大委员长黎战书他参加 中央军委主席徐七亮参加 中央军委的参谋长李作成参加 中国的第二号人物啊 等于是参加了 说明呢 他们对反分裂法对台湾问题的重视 在这个会上呢 李战书就说就是反对台独 而且呢要严惩台独分子 对台独呢 绝对不能手软 那么李作成就说呢 一旦台湾有变呢 我们要采取任何的手段 包括这个武力手段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这么高规格的一个会议 然后这么声势豪大使用武力的声音呢 实际上就说明了 即香港之后呢 他下一个问题就是台湾 对香港强制 那对下一个呢 对台湾也是一种强制 我一再声明呢 中共为什么要对香港实施国安法 一个呢 是为了全面的控制香港 让香港稳定 让香港变成内地 再一个呢 是担心香港的这种抗议运动引发 国民的抗议运动 导致中国政权的瓦解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把香港进行全面控制之后 下一步就是台湾 既然台湾已经全面的变略了 国民党变成福布奇特阿斗了 一国两制不理应了 那么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的样板 也没用 也马上拆毁 然后我们来演绎 武力控制 武力增压这样一套模式 那也是从香港来开始做实验天 然后就套在台湾的头上 那现在呢 他港台是一体的 香港方面这么的严厉 同时呢 台湾这方面呢 他们也起步了 我们看到就这次 国家分裂法的这个纪念 是非常的隆重 说明他们真正的运意 就是在台湾方面 这样看来呢 就是明年2021年 今年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这个活动呢 肯定习近平呢 要拿香港和台湾的成绩啊 来亮出来 作为我们建党周年的一个最重大的一个成绩来悬要出来 那一个呢 可能就是香港的全面的 我们就控制了 第二个成绩呢 就是台湾方面呢 可能呢 他进行了一些控制的一些策略 所以他急于在明年拿出成绩 所以必须要在香港和台湾上面 他要做很多的文章 所以台湾呢 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危机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呢 那蔡英文总统他身为总统呢 他居然到这个台湾的铜锣湾书店进行访问 去这个慰问 从香港铜锣湾书店逃过来的林荣基先生 这个举动呢 是非常的可贵 也是非常的不一般 显示了台湾对香港民主自由运动的支持 对香港言论自由的支持 也显示了港台一家 台湾政府包括蔡英文呢 都深深的知道 台湾香港是从亡吃寒呢 必须要支持这个香港 因为中共的下一步呢 就是要建制台湾 所以台湾人民呢 遇到一个空前的大危机来了 所以必须要认真的应对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个香港国安法实施呢 实际上标志着 正正的习近平他开始亮剑了 他要向台港 他要向国际社会啊 进行正式的亮剑 进行正式的开刀 那么美国呢 也要正式的打开决战的这个口子 上几次的制裁 惩罚还不算 就是对WHO啊 还有对华为啊 对一些这个基金啊 对一些上市公司啊 那些还不算 那从取消香港的 这个独立关税区地位开始啊 那么呢 等一下呢 我会做第一时间的评论啊 请大家继续关注订阅本人的频道 关于川普的制裁的大招 新闻发布会 我会做第一时间的报道和评论 谢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订阅 保胜传媒 谢谢大家 再见